刚才我们前两节课是把那个数据的一些探索和训练级和测试级的一些特征工程大概走了一下 先把测试级和训练级的数据都处理了一下吧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 session 里面的数据怎么处理 刚才我们第一节课的时候已经可视化展示了一些 这一跌的时候大概了解到这个 session 里面都有什么样的东西了 现在我们一个课去处理 首先我们把这个 session 这个 data 调进来 还是用 pandas 这个 read 一下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每个 user 这个 id 在数据中的一些频率 就是每个 user 可能登录的次数不一样 然后我们先把它数一下相当于 看一下它都有多少个 对于每一个的 user id 的话 最多是 272 个 刚才在 EDA 里面也同时展示了一下 另外的话我们考虑这个 session 在模型当中是怎么用啊 然后大家还知道在 train 和 test 里面 我们其实很有一列是没有去做的 就是关于这个 id 这个 id 里面 它都是一些有文字有字符 可能这样子的东西在模型去算的话 其实没法去算的 它也不是定性的东西 里面有数字有字母 没法去做去算 所以我考虑这样子 就是把 session 当中 有些是在 train 和 test 里面是有体现的 它们是有频率的 比如说在这里面 2722 对应了这个 use id 的话 可能在 user 在trings 里面是有这个 use id 的 我们就可以考虑把 2722 替代它这个 user id 所以对于每一个这里面的 user id 的话 它的频率它的那个侧面那个频率是不一样的 我们就采用这种方法去做 但是我们也知道 在这个之前在做 session 处理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里面好像只记录了13万多个 user 的信息 这与 train 和 test 相差是比较大的 可能这种方法只能处理部分 就是这里面只是在 session 里面 这个 use id 有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用它来替代 其他的我们就用其他方法来做这个事情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思路吧 应该也算是比较合理的 除非是我们就把 id 这一列就不要了 不要的话 结果是什么样的情况 和要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没有做个比较 我只是用这种方法 替代的方法 替换一下这id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尝试一下 只是提供这么一个思路 用它的频率去替代它原来的名字 相当于 这一段会出现错误 我是直接把它中断的 我在这里面先是想做什么事情 先是在 train 训练集加一个列 相当于sizing content 相当于 相当于 后面这些频率 相当于把它加进来 就是先是一个空列 相当于 然后呢 做一个循环 这个循环是 用 key和 value 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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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 在这个上面 这个dataframe里面 这个train 就是user 这个frame里面 做一个循环嘛 然后 以 id是 条件是key 如果是等于id的情况下 这个key 这一段 肯定是比较难理解啊 我相当于 因为有两个dataframe 一个是train user 一个是 咱们这个新建的 这个df 相当于 在做file 这个代码的时候 是 我们把 key和value 是在 df 这个 dataframe里面 去做循环 然后呢 我们去匹配 匹配 如果是 在df 里面的key 和train user 里面 id是一样的 情况下 我们就用 我们就用 这个df里面 它对应的这个value 这个后面 这个频率的值 去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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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练 train user里面的 那个id 这样子一个过程 然后我用这个算了很长时间 算了半个小时 没有一个结果 所以我就把它中断了 中断 那因为没有算成 这指一个思路 所以在之后的模型 前期战争 我就没有再考虑这个 这个特征了 有兴趣的同学 或者是电脑 比较 有一些服务器的同学 可以去算一下 这个结果 因为我在家算的是 没有服务器的 用这个笔记本算的话 好像 八个小时 都没算出一个结果来 因为毕竟里面 有一千多万条数据 需要一个做循环的话 是很耗费时间的 之前有老师讲 Spark 我姓雷宁 如果用Spark去做的话 可能会更好一点 这里我也写了 自己的运行数 是我主动争断的 运算量太大 我用自己的电脑 算了binals 都没有结果出来 所以如果它有服务器的话 可以拿服务器试一下 所以我在 在接下来的模型计算中 我没有将id 或者是sizeInCount 作为特征加入计算 因为太耗费时间 然后我们现在再展示一下 我们现在之前的一个train的情况 然后id还是没有变 我又不打算去再做这一列了 然后除了id之外 这里面还有一个country destination 就是它的目标变量 还是属于定量的一些 定性的一些指标 我们还需要进行对编码 这里面我们还是同样的方法 用label encode去做的 这里我是先写了一个 这个 之前我们是把train user labels 作为一个sharing 然后我们现在需要 首先把它放在一个 这个frame里面 这个dataframe里面 意思是 然后呢先做一个循环 然后对于这个dat 在属于这个 新建的这个dataframe里面 然后执行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编码的一个过程 然后这是一个结果出来 就是相当于把上面 这些ndf就变成了7 相当于us就变成了10 alert变成11 这么一个编码 这个叫label encoder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删掉一些不用的特征 比如说这个id 还有这个时间戳 关于第一次机会的时间戳 这一列 因为这一列我们 从前面的数据探索里面 发现它和第一次 第一次去件 那个账号的那个时间 其实是类似的 所以我们就考虑不再用这个特征了 然后另外就是 关于这个sizing count 我们刚才加了 本来想见一个空列的 然后再加一些特征进去的 但是虽然大 所以没在做 这里的话就把它删掉 这里面有一个drop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以轴向axis等于1 然后去删掉这三列 然后另外的话 还得把这个目标的变量给删掉 因为我们目标变量已经单独拿出来去考虑了 所以得把 相当于把x里面的y给删掉 然后把y单独拿出来 然后最后我们再打印一下这个特征 特征处理后的一些情况 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已经没有 都是数字了 没有任何的一些定性的一些变量了 这就对于继续来说 之后建模型就是比较方便了 看一下这个shape 总共还是有21万行 关于就是train 然后列数变成14年了 之前总共train里面只有16年 除了一列 目标变量之外 还减了一列 现在我就简单 再做一些标准化处理了 就只是用了standard scaler的一个过程 然后让它放在正在费物里面去做了 先把这个processing调进来 然后这个方法提出来 然后用这个方法去fit transformer一下 然后得到一个结果 然后可以看一下 这样一做的话 它的column的名字是没有了 就是认识是没有了 然后可以看一下 它的那个已经正在分布了 已经所以就是 就是已经比较小了 嗯 就是正在1的左右吧